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集的Astha总指分享 今天又是开心周末 不是,今天不是星期五 今天是小小小周末 明天就是周末 那你有什么节目呢? 今天很开心 和阿Vincent去录音 下个星期阿Vincent的新节目 就是七姐妹星人宇宙学堂 正式开球 逢星期六晚会出街 最初三集我们曾经送过 给新入会的朋友做营生礼物 现在其他会员都可以看 连续我们会拍十集八集 可能是十多二十集 长拍都不顶 一般来说我们拍十集 这件事甚至会变成一个Live Seminar 给多些人可以问问题 非常好玩的 大家留意一下 今天总指分享 说什么呢? 说一些很特别的问题 非常有趣的问题 第一,某个共修 说出名不出名的东西 我都不是那些喜欢出名的人 只不过因为我们做网台 我在那个行业需要出名 如果我不出名的话 哪有人看我们的节目呢? 所以 现在变成了 Esser心灵分享 总指分享 这个 养生分享 变成自己的一个 推广渠道 去推广我们双组台 那变成了 其实说真的 你任何一个人 你做任何事 你都要出名 无论你是一个小说家 你是明星 歌星 所以这些娱乐圈的人 娱乐圈的演艺者 为什么他们经常要製造新闻给自己呢? 就是因为要出名 要博传媒的采访 然后有曝光律 但是其实去到今时今日 我们 无论你做任何行业 你做医生也好 做装修也好 甚至乎駕駛的士 我很多很多年前 就去上过新浪网Sinner Sinnerblog 去学习如何在新浪网上 去透过写blog 和youtube去赚钱 去推广自己 然后我发现 连的士司机都懂得买广告 装修那些 装修师傅更加很多广告 然后我发现 反而现在很多人做生意 仍然未能懂得 在youtube facebook IG twitter 现在很多新的传媒出现了 大家知道 新的社交平台出现了 ok 很有趣 有个共修 很年轻 很美女 她说 我知道 我的名字 但我不想出名 然后我说 为什么 她说 没有啊 人怕出名 猪怕肥 人怕出名 猪怕肥 那些是她知道 出名之后 多重要 所以她跟你说 你想想 名利权 名利权 是有名才有利 有利才有权 你反过来 到了你很有钱的时候 你想出名 是很难的 你就要成为 这个东华三院的 那些慈善家 然后捐几十万 一百几十万 然后给你闪几分钟 所以趁现在 很多行业都比较静 不是全部的 我认为很多朋友 都依然很好生意 好生意到 饭局又来不了 读书会又来不了 又要加班 也有很多人仍然好生意 但如果你说 你是那种 也不是生意都少了 都静了一点 其实最好是推广自己 好了 为什么呢 共修就说 我最恨推广自己 他试过以前在Facebook 不知道做些什么 然后被人拍了 被人拍了 大做文章 搞到他很苦老 很不开心 但是这个负面的经验 都不代表你可以决定 以后都不做推广 为什么呢 共修说的有趣 另外一个点有有趣 他说 为什么要出名 不出名都可以发达 不出名都可以成功 我说 你要举个例子 谁是不出名 但是很成功 他很多朋友 都是做文职的 在写字楼上做做 也有四五万元 我说 哦 原来你说四五万元 是成功 那就OK 但问题是 第一 打工 随时你会 啊 这个叫什么 长江后浪推前浪 是不是 你分分钟是 你做了十年二十年 你越是高人工的时候 就会被一些 年轻子 年轻女 replace你 当你去到四五万元 个月的时候 我请三个大学生 都是这样的人工 为什么老板不炒你 明白吗 然后 是没有保障 而且 其实人呢 很有趣的 无论你是一天做十二个钟 呃 你想 就是这么说 无论你想 一天做七个钟 八个钟 你想找 一两万 或者你想找 十万二十万 你想找 三十万四十万 你想找一二百万 一个月 做星球人 或者月球人 OK 其实你都是只有二十四个小时 你都是做十二个钟 什么叫做十二个钟 譬如我们做网台 譬如我 9点起床 8点 6点 起床 7点半起床 7点半起床 接着你就开始想 工作上的东西 OK 然后吃早餐的时候 你又会想 工作上的东西 然后你会看看YouTube的视频 看看有没有idea 然后我会 接着做research 然后回去做事 然后找人接受访问 要做research 很多时候会上网 上网 然后一直到晚上七点钟 你觉得我七点半 我的脑会停吗 不会 我 either在做事 做admin 做行政 或者是总之在做事 其实基本上 我的working hour 是到一点半 凌晨一点半 我都觉得不是很健康 因为就算我不做事 我都会想事 你都会想 都是会朝思夜想去想 想那件事 想双掌台 怎样可以做好它呢 我怎样可以创造我这个神的团队呢 ok so 无论你用多少时间 你想用多少钱 都是这么多时间 ok 但是 当你有曝光论的话 会帮到你很多 那你自己想一下 你有没有都是这样的想法 就是其实你的生意 或者你的工作 或者你的 你是一个艺术家也好 你是一个歌唱家也好 其实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推广的 其实生于这个时候是非常之幸福的 比如说 我想做网台主持 ok 或者我想做一个节目 我想讲话 我想教话 其实十年前 二十年前 三十年前 哪里到我们 只是那些 Briant Tracy Anthony Robbins 香港就有 我们 张石豪 老师 那些 你出名 你真是行头 No.1 你才有得上镜 现在什么人都可以上镜 你只要有个手机 有个YouTube Account 你就可以上镜 再不是 YouTube Account Facebook Account 都可以直接Live ok 这样 所以 这个留言给你思考 到底你的背后是怕什么 以至到你说不想出名 然后由这个问题 我就想衍生其他问题 就是什么 其实在我 由我以前做投资开始 我就发现 好多人 去上班 不是为了赚钱 可能你也是其中之一 我在读书会 我就见很多 以前打工 我见很多 那你说上班 就是为了赚钱 我见到上班 怎会不是为了赚钱 不是的 我举个例子 最近上完读书会 有几个共修 说些事情很好笑 我说好笑 是因为 其实大家上班 不是为了赚钱 是为了各式各样的 其他原因 什么其他原因 例如第一个 有一个共修 他问我 他说很想赚很多钱 我想赚多些钱 我想快些成功 他就做保险 这样 V君 如果你知道我说你 我就是说你 我已经很尽力了 但是 赚的钱也是不够多 我不知道什么 不够多 可能你赚三四十万 你说不够多 或者你赚三四万 不够多 总之他觉得不够多 这样 然后 以我的经验 其实他不是想赚钱 他的first priority 今天我们的题目 就是说什么 你的priority 你的首选 是什么 你人生的首选 你在工作方面的首选 是什么 格西 格西老师很喜欢说 一样 其实如果你不知道 只想要什么 请你创造五样 这个东西 我再说过五万次 第一 如氧气搬的金钱 就是你有很多钱 很多钱都用不完 可以买戒指 买戒指 然后 第二 就是什么 找一个爱你的人 一个真心爱你的人 找一个人跟你长相私手 可以一起生活 这个对我来说 也是个挑战 第三 就是身体健康 我现在用很多资源 是令自己身体健康 令自己的样子漂亮 其实我已经买了 订了一套smiley 去酷牙 因为下排牙比较疏 但经常看着自己去录影 就很硬 所以我已经买了一套 但还未开始套牙套 好了 然后我每周都会做肌肉 做经筋治疗 Sami帮我做拍打 现在多了是看骨科 西医骨科 医我的脚 然后隔个星期 John Out和我做奴隸 之前Kid Lang的团队帮我做头发 但因为现在美容院删了 你可以想象到 我还没有计算 我一个月吃多少营养品 和减肥的产品 瘦身的产品 我想那里加上天文数字 这样 分钟是一个普通文员的人工 为什么呢 因为健康很贵 而且我们的内部零件 我最近在TikTok那里 看到一个小朋友说话 他是这样说 他说健康是No.1 这个名利财富 只是浮云 赚钱的东西 就是一个游戏 最重要是什么 健康 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我们的内部零件 非常难配 而且分分钟没有货 很好笑 而且我们以前年轻人 都是捱坏了的 所以现在呢 我们要用一些 很多方法 去令身体回复 年轻的时候就不行了 起码去一个好的状况 因为人的体能 只会一直一直向下 好了 第四是什么 就是Mental Health 即是说 第三、第四 就是身心灵健康 如果你的灵性上不健康 你的心灵不健康的话 容易有这个情绪抑鬱 容易不开心 躁狂 或者是 如果人不开心的话 你就吸不到财 因为Money follows Joy 所以这个钱是走不掉的 打坐 早点睡 吃好点 吃多些生果 蔬菜 喝多些漂亮的水 这些是走不掉的 然后第五是什么 就是贡献世界了 譬如像我们这样 当然我们都混在一起了 譬如双掌台 加上我们的读书会 再加上我们的 seminar 其实又是生意又是贡献 这样 这样 所以 这个是应该我们大家想要的 但是我发现很多人用很多 为什么我说好笑呢 就是 因为有很多人用很多精力 去玩游戏 去玩东西 简单来说 去玩东西 去玩东西 然后又不断去问 为什么我找不到钱 为什么我找不到钱 比如说 刚才我说做保险 那位美女 我看到她就是 非常需要别人认同 非常需要别人觉得她很聪明 觉得她很漂亮 觉得她很持家有道 觉得她是一个好妈妈 觉得她有品味 觉得她很可爱 觉得她很美 她用很多能量 去堆砌这个东西 用很多能量 去证明这个东西 就是 我好得的 我好成功的 我是一个成功人士 我好醒目 我好精灵 我好生醒 instead of 你就去成功 她是去证明给你看她成功 你明白了 我想证明给你看 我会说话 我和我现在说话 这是两件事 如果我想证明我说话 就会几乎 如果我要说话 我现在就在说话 明白吗 明白吗 所以 当然 当然 当事人是看不到的 当事人是以为自己很努力的要赚钱 不然 比如说 我的focus 我对于是 就是passive income 为什么要passive income 但是我年紀大了 年紀大了 我不想再沖沖沖 沖了幾十年 你想像 如果我可以做一個節目 我不用理會你的收入 不是很計較收入 而我只是做得開心 你也看得開心 我的專注是 Passive Income 健康 可能找回盤 身體健康 身心靈都健康 不斷再去貢獻 人生就快樂 第二位朋友很有趣 他就說 我怎樣才可以 很多人最近問這些問題 不斷去問 為什麼賺不到錢 然後很有趣 讀書會很有趣 那些同能量的人總是坐在一起 那些完美主義者 九營的一號仔 假設 又會坐在一起 然後那些二號仔 又會坐在一起 然後他問 很簡單的 為什麼你們賺不到錢 為什麼你們這麼辛苦 他們還在上班 為什麼那些二號仔 都在上班 為什麼 因為你的first priority 不是賺錢 他說不是的 老師 我們是賺錢 我們想賺錢 我說不是的 我呢 就有個特異功能 就是我看到你的能量 以及我看到你的能量 我感覺到你的能量 其實任何人都感覺到的 不是特異功能 就是他們的能量 不是賺錢 因為如果你的能量賺錢的話 他的震頻應該很高的 還有會開開開開爆的 我們讀書會有些共修的震頻很高的 所以他們賺錢賺到巴巴聲的 然後他說 嗯 他說不是的 我們是賺錢 我說我懂得到的是什麼 就是 有一些人 其實他們是會為了 要被人讚賞 他做事的first priority 第一個首 priority 最重要的事情 不是去賺錢 是給別人讚賞 是去取悅其他人 是要確認公司的能量很平衡 是確認公司裡面 每個人都喜歡他 每個人都不會說他是非 每個人都說他是有讚 沒有彈的 然後就是 很想給別人讚賞 我說OK 好 他說你認不認 他說贏 然後就是 你想一下你被人讚賞為了什麼 他說 嗯 其實被人讚賞 開心 就是 其實你浪費了些能量去討人 去討人家的喜悅 幫人家做了很多extra的事 然後做很多無謂的事 不是你訓練的事 其實到了最後 你都向別人說一句 哎呀你好好啊 你好偉大啊 你好適得想啊 這樣而已 所以是什麼 你feel good 那如果你要feel good 為什麼不找其他途徑去feel good 其實你找到錢的話 你去shopping 去一下 可以做又行 不做又行 買些漂亮的衣服給紙穿 買些戒指仔戴一下 或者你說這些東西我不耗的 這樣 那就是捐鬼出去 你捐了出去 去幫一下窮人 幫一下沒那麼幸運的人 幫一下孤兒寡婦 幫一下貧林絕種的動物 都可以很開心的 為什麼一定是要被人讚才開心呢 然後他說 哎呀呀呀呀 明白了 好了 然後呢 另外有一個更極端 有一個女士 她說其實我很喜歡工作的 我說是嗎 有多喜歡 她說我喜歡到長期不放假的 我說不放假 不是很健康的 你要放假 她說不放假的 她是直接要個老闆跟她說 哎呀你先放假吧 她先放假 然後再說下去還有趣 她說 然後她就被人拼了 被人拼了 她說不是呀 你知道我們上完讀書會 後來那裡 會有些三四人 一組的分享 她們分享一下 我就休息一下 然後順便偷聽她們說話 然後給一些 feedback 然後她就被人拼了 就說不是呀 不覺得你那麼健康 不覺得你那麼什麼 我覺得你很有問題 她就說 他們覺得我很有問題 你問我有沒有問題 老師 我怎麼知道你講了什麼 我怎麼處理你 你對還是他對 而且這不是對與錯的問題 但是有件事很有趣的 這位共生就說 我老闆很喜歡我的 其實我不是想做的 是我老闆留給我 我老闆 我遞個慈悉信給她 然後她呆了15分鐘 望月封信 不知道怎麼反應 然後她後來 特地讓我開了一間診所 給我住 在那裡 我說你做什麼 你做醫生的 這麼厲害 她又不是 你做admin 做坐戶 還是admin 還是reception 我說這麼厲害 做到 我老闆 她要說 我老闆 不是我她有今天 然後我假裝她 然後全班都這樣笑 你想到一件事 其實這位共修 她上班的源頭就是 I am God 我就是神 沒有我 你有今天 其實 這個行為上 非常狗型的二號仔 就是什麼呢 二號仔最想的是什麼呢 就是聽到 老闆 就是很有成就的人 老闆 醫生 就說 我之所以有今天 都是因為她 所以 一般以前 我們上狗型的時候 那些二號仔 很喜歡駕八號仔 就是什麼呢 就是很希望 比如八號仔 寫一個大企業家 或者是政客 然後 他在枕頭邊 跟八號仔說 今天你們應該怎麼做 這件事應該怎麼做 然後有一天 八號仔公開地說 我之所以有今天 全憑我老婆 然後 這個就是他們想要的東西 但是你想想 為了這個moment 好像以前 我自己做投資的時候 為了上台獎 拿個best division 我拿了所有獎 全年的工作 就是為了獎 當然 我拿了所有獎 也是錢我賺得最多 是不是 但是你想想人生 是否只是為了錢 人生是否只是為了工作 還有 其實那個年代賺的錢 之後就輸回去 輸在哪裡 輸在健康 輸在健康 輸在情緒 然後就輸回去 因為 全年都很緊張 你每一天都做好很多事情 才可以連尾所有獎 都拿了 就是上台 光輝一下 然後 找一件漂亮的衣服 上台 不像人家的保險業 或者人家直銷那些 可以穿曼禮服 那些波波裙 然後 整個頭很高 然後化了很濃的妝 我覺得是amimo 我們都不像這樣 都是穿套裝上去拿獎 然後 然後 我記得 我拿完最大 我連年都拿了很多獎 大部分獎 我們都拿了 然後我拿著獎 拿了 然後 內心那種空虛寂寞 是難以言語的 我立刻要下台 拿手袋 立刻出門口 坐的士就走 為什麼 那個 那個寂寞的感覺 那種空虛的感覺 是好像 大海那樣淹沒了我的 我沒有辦法告訴你 直至當你全年想著一件事 就是上台拿獎 然後 最後所有獎 被我們隊伍拿完 的時候 有多空虛 有多寂寞 跟著我追什麼 明年又是追拿獎 追到命都沒有 所以 不是那件事 然後 唉 怎麼說呢 其實 如果你的first priority 你的人生的首項 你的首項 你的 priority 我忘記了中文是什麼 你的最重要的事情 first priority second priority 對我來說 現在我的first priority 我的首選 重要的事情 就是健康 因為沒有健康的話 什麼都不用說 第二是什麼 快樂 開心 不開心的話 其實你做的事情 很多事情都是浪費的 因為 如果不開心的話 又吸不到財 又賺不到錢 然後跟著就試倍功半 試倍功半 試半 總之你做很多事情 然後才有很少成果 用那麼多的力 去賺那麼少錢 所以 joy 是很重要的 其次就是 happiness love 這幾類 已經是我頭四位的 priority 所以 不開心 世事是假的 特別是 我自己人生前半生 真是吃盡苦頭 即是 得得失失無限次 一Q清袋 無限次 愛情 事業 我人生的前半部 唉 總之就是 曾幾何時 真是 黃腫腳不消題 真是 真是吃很多苦 失去很多東西 以至現在是很豐盛 所以 我不會再想 很勤力 很搏殺 其實 即使我現在 譬如我今天星期四 其實全日在這裏做事 全日在這裏做事 是吃飯的時候 看了一陣子Netflix 之後 然後又覺得要錄音 其實做人真的不是為了工作 做人不是為了薄殺 為了錢 那加上一件事 今天和Vincent在這裏錄影 透過Zoom錄影 然後我們發現 其實錢這件事 根據他所說 十年之後 整個Monetary System 整個金融體制 整個金錢的制度 都會崩潰 這個資本主義 都會逐漸崩潰 其實過多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其實很多事情 會變得很重要 例如是說 食物不用錢 交通不用錢 住屋不用錢 水電不用錢 然後變成很多行業 很多事情都變成了 這樣 那你是不是還要很努力賺錢呢 因為最近我都要想過這件事 因為相聚的發展 有時候我都在一個關卡 就是因為 今年我們很好運 我們 那有時候我會想 到底我應該衝過去呢 還是應該休息呢 因為去到 我已經 由2012年開始 第九年了 然後其實每一件事 去到第十年的話 你怎樣都會爆炸的 像雲海 雲海 王哥 以及潘小聰 他們 他們是 出了十幾年的 有些人 他已經在出前十年 才出很久 所以他就成功了 最早的 所以我經常都會想 到底我應該咬著 不氣 跟他 還是應該 疼自己 不要艱力這麼辛苦 會整天天天天天天天地在想工作呢 我想可能是拿一個平衡 拿一個平衡 好了我又繼續說 所以大家要知道 譬如說 這樣就這樣說 Vincent說十年八年之後 沒有了monetary system 那你今年也要交租 明年後年也要交租 你這樣可以現在 不是現在嘛 所以我們依然是 要賺錢 依然要交租 就依然是要 開心 還有說你搞清楚 但凡你是想證明你自己的事 譬如你想證明給別人看你就行 你想證明給別人看你就好 你想證明給別人看你就好 你想證明你是比你姐姐 比你哥哥 你想證明給爸爸 我比你兒子還比你兒子 雖然我是女兒 你就已經輸了 已經輸了 人生最艱難的是什麼呢 就是撇開你的99% 就是你的社會 社會要你做什麼 你的家庭要你做什麼 你作為一個女性 或者你作為一個男性 你覺得你需要做什麼 例如男人一定要養家 女人一定要嫁一條好老 你不嫁個好老公的話 你就會失敗 所以很有趣 這個禮拜我們剛剛訪問完 Terry 就是說如何找個好老公 如何找個好老婆 我是非常贊成別人 結婚 找個好對象 然後 不要孤獨中老 好像高師傅所說的 男怕孤女怕寡 但是也有些時候 真的緣分 每一個人有個緣分 我都希望自己有個緣分 以後都會有個盤 但是沒有又如何呢 是不是 但是 這個節目出街 很有趣 很多人留言 在我的Facebook 有些人在YouTube留言 就是 你自己也找回一個 這個說話真的很難聽 不這麼說 這句說話是兇性的 我又不需要多演繹 但是 不是很friendly 不是很友善 那句說話 就好像那些人覺得 你女性 你不找回一個盤的話 就是一個遺憾 一個缺陷 那是不是真的缺陷呢 我想問大家 在你認識的人當中 包括你自己 有多少人結婚之後 是很快樂的呢 有多少人結婚之後 是比未結婚之前 更加快樂 更加開心 是 子女又孝順 何式之間又相處得好 萬宗無一的 不多的 是不是 所以有人很開心 就結婚 恭喜你 有人很開心就Single 好像我們這樣 我恭喜我自己 這樣 所以大家要想想 就是 當你走下去地鐵 其實地鐵已經說了很多話 有些Postar 不斷在前衣式 告訴你 你不夠好 你不夠好 因為你沒有這樣的身材 沒有這樣的吸位 這樣的吸的Size 沒有那麼小的腰 沒有那麼長的腳 沒有那麼漂亮的面容 沒有那麼漂亮的皮膚 沒有那麼漂亮的皮膚 男人的話 你沒有那一層樓 那些女人在那些豪仔裡 吸塵 都要穿著 吸塵 都要穿著馬尼服 你留意這些事情 很多在前衣服都告訴你 你不夠好 你不夠好 因為你不夠有錢 你不夠有錢 這樣 所以 我們自己想要的東西 其實 我們自己是誰 只有1% 只有1% 陰功 以至到 很多人 其實都不是真的 為了賺錢而賺錢 而是在工作場上 去玩證明 或者玩control 剛才我講的 有些人在職場上 要approval 要給別人去 認同 要給別人欣賞 要給別人讚 另外一批 要control 根本就是control freak 控制狂 做很多事情 就是希望 其實背後說的東西就是 老闆 你沒有我 你有今天 哼 你求我才在這裡 其實說了這句話又怎樣 巴士幣 然後還有一個 就是 你多少錢個月 什麼時候才可以去到 還要是長期不放假 要霸著工作 然後 這個不是成功 不是成功 真的成功的話 就是 你走開走埋 那個生意都經營得很好 你走開走埋 整個制度各樣東西都會 run得很順 還有是 你會培育後人 這件事是需要很有安全感的 因為你把制度設定得很美 然後你把後人 即是那些同輩 那些年輕人 教得很好 我怎知道老闆會炒你 而大部份時間是可能會的 你明白嗎 所以 好 如果大家 對於你賺錢的那個 那些 都是有些困難 覺得是賺得少 賺得不夠 那你都問自己 咦 其實我上班的位置是怎樣 或者我做生意是怎樣 行不行 好 講到這裡 今個月沒有太多的活動 因為下個星期已經新年了 下個星期六 下個星期有些改動的 雖然一刻 暫時就貴休了 貴休一個月 休息一下 還有需要時間找回好嘉賓 而取而代之的 下個星期六 開始 我們提前了一個星期 Vincent Pan的七姐妹星人宇宙教室 會提前一個星期播放 星期六晚 星期六晚的九點鐘 OK 然後 如果大家今月入會的話 獎品是非常之豐厚的 第一就是 你可以免費得到 高俊宇師傅的奇門遁甲 2021年 如河擺桃花鎮 和招財鎮的seminar 一個小時 原價是199 如果你新會員加入的話 就會免費得到 如果舊會員想追加的話 就只需要99元就可以了 然後就是 你也可以用99元 換取價值489元的 吸引力法則 的終極篇 大概三四個小時 和這個去炸訂單 非常之不同 大家可以加多99元換 然後2月11日 2月11日的年三十晚 晚上十一點鐘 大家吃完團聯飯之後 星期四來日 我們會開一個Zoom Party 和這個鄭桂蓮老師 鄭桂蓮老師 Kent就是這個 原神功的鄭桂蓮老師 就會開派對 我們會唱歌 抽獎 聊聊天 然後2月21日 就會有這個 星期日 下午3至6時 就會有這個 Money Meditation Money Meditation 39班 看到就可以創造到 OK 好了 還有什麼呢 還有一點 我們逢星期一 晚上 John O老師 老環和John O 就會教大家 Meditation 以及教大家 氣功 然後星期二 早上會有 開心書法班 晚上會有 讀書會 總之法則 星期三的中午 也會有這個 中午讀書會 所有的資料 大家可以 Whatsapp Apple 無論是入會 無論是你想報班 或者你參加任何事情 OK 而鄭桂蓮老師的Party 就是你必須要和鄭桂蓮老師 做了1 to 1的個人諮詢 你才可以參加我們的Party 因為如果你都不認識她的話 你參加來做什麼呢 OK 講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你的節目的話 就給我like我 訂閱 按鐘仔 看廣告一分鐘 分享你的意見 分享連結給你的朋友 快點成為相聚的正式會員 成為相聚的正式會員 是非常多的 報我們任何活動 起碼便宜100元 OK 拜拜